流亡美国的著名中国异议人士魏京生最近在评论文章中指出 从2010年中共开始实施保安服务管理条例正式承认保镖的合法地位以来 三年中保镖业迅速成长 现在已经有430多万保镖 魏京生认为保镖业迅速的崛起 表明了社会正处于崩溃的边缘 动荡的前夜 请看下面的报道 魏京生12月24号在自由亚洲电台的特约评论中 引用大陆媒体经济观察报的资料指出 中国大陆现在有4000多家安保公司保镖430多万 根据安保公司的说法 他们的客户最初是一些社会名人 后来就发展到整个富裕阶层 所以业务十分繁忙 有些公司的年收入上亿正在考虑成为上市公司 魏京生指出 即使美国比中国富裕的多 名人也多的多 但保镖业也没有几百万人从业 也没有几百亿的利润 他认为西方社会分配比较平均 并且在二战之后 各国都实行了程度不等的社会福利措施和收入公平的原则 贫富差距维持适当 不会产生像现在中国这样严重的仇富心理 也不会产生像现在中国这么多的抢劫和绑架 34岁的陆先生是一位亿万富翁 不久前他的好友遭到绑架勒索后被杀害 出于保护人身安全的考虑 他签约20多位职业保镖 给自己和家人都配备了贴身保镖 这些保镖还要负责公关 商务 看护家庭 接送小孩等 旅美独立评论员张健认为 其他国家都有贫富差距问题 但都没有像中国如此之大 其他任何发展中国家也都有仇富问题 也没有像中国如此仇富 而每个国家都有社会不公问题 也都没有像中国如此不公 保镖的产生 其实也从另一个角度冷涉了 中国当代现今的一个社会 就是中国的富人 已经变了人民的对比 他已经变成了很多人民的分子 张健表示 人民在绝望的情况下 就会铤而走险 其实在中国频频发生富豪被绑架的案件 浙江温州新亚集团的董事长郑布良 是亿万富翁 1998年 他的儿子被绑架并且被撕票杀死 2005年 内蒙古知名民营企业家云泉民 9月25号遭到绑架 第二天 他的家人交付240万元赎金之后 绑匪依然残忍地将他撕票 2011年 浙江亿万富翁金某被亲民绑匪 绑架勒索3500万 今年9月 中国首富娃哈哈公司董事长宗庆后 被人砍伤 11月 辽宁本息女富豪被绑架勒索300万 近2004年 公安部公布的当年绑架案件数 为3863起 远远超出世界其他国家 魏京生的文章还指出 西方社会是用法治来保障社会公平 公平地处理社会纠纷 避免弱肉强食和不公平 引起的纠纷扩大 但在中国却恰恰相反 在宪法里规定了政党大于法律 在现实中也是当权者的意志大于法律 特权阶级的权力大于法律 执法者可以随意解释法律 统治者取消了宪法和法律本身的权威 也就是取消了自己的合法性 仅仅依靠暴力执法维持 魏京生认为 中国老百姓有遵纪守法的传统 但是经过中共几十年的 现身说法式的教育 法律越来越没有权威 越来越多的人用非法的手段 解决致富和报酬的问题 政府也就需要雇用几百万军警保护 官僚和富人还需要雇用保镖来保护 作家廖祖生撰文认为 连年几千亿的维稳 说的严重些 就是国家在长期买凶杀人 整人和抢人 魏京生在文章最后还指出 当社会上层把人民当作 带宰的羔羊对待的时候 他们自己也就成了带宰的羔羊 这样的社会处于崩溃的边缘 特别是在有着造反和革命传统的中国社会 这就是社会动荡的前夜 任何准备